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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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写友谊的新篇章 中国乐山大佛享誉世界 乐山美食已经成为一张国际的名片 俗话说实在四川 未在加州 那本次伟轮采的龙州节活动 也是我们中兄会客厅的首次活动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 能够搭建起中兄友谊的 更深远的合作的桥梁 让两国的文化交流更上一个台阶 带动双边的经贸产业发展 乐山会道走进欧洲 兄亚历我们在这里 耶 我们是来自乐山一家的四川乐山食品有限公司 我们主打的产品是乐山甜皮鸭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 兄亚历呢 是为了推广我们乐山的美食 欢迎大家来到四川乐山旅游 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乐山赵鸭子 大家好 我是中国四川乐山九妹凤爪创始人 今天有幸参加兄亚历举办的龙州节 美食节 我们在四川乐山至今为止 经营其30年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传承人 也希望和兄亚历这边 搭成一些合作 能够走进欧洲 走进匈牙历 哈喽大家好 就是我是吉太太的创始人 然后呢吉太太呢 我们是在乐山的 就是一个非移的品牌 对我们现在呢 在四川有超过200家的门店 我们主要是卖甜皮鸭 然后卖啵啵鸡 还有各种乐山的特色的小吃 啵啵鸡 一人一寸的啵啵鸡 实在四川 然后位在乐山 所以说乐山呢 现在已经是在国内 非常非常火热的小吃名城了 我们平年主要是做手工粽子的 今天到了匈牙历之后呢 特别应这个景 正好端午节要来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白展 是最受欢迎的 已经一抢而空 大家好 我是峨眉山 固制园 飞移龙取舍 第五代传承人 这是我们的飞移产品 然后这次来到匈牙利呢 也是受到当地人的喜爱 然后刚刚在我们 售卖的过程当中 也是 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们是来自大佛女投集团 旗下的大佛印象品牌 大佛印象品牌是成立于2017年 到现在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目前有 主要是以大佛为主的相关系列产品 大概一千余种 然后从2017年开始呢 我们也在不停地研发新品 然后在管 就是管为寻求全球 全世界的合作伙伴 希望通过大佛这个平台 把我们的产品 带到全国全世界 今天很高兴能受邀来参加 鬼轮采的龙州节 这次过来以后 这次过来以后 这边的华人以及外国友人 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个 黄丝卡黄丘伯伯鸡 欢迎大家过来试吃 我们来自四川乐山 中国 很高兴 就是能够参加本次 旅游文化节 我们是代表热山大佛旅途极端 来参加本次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向大家上 推荐我们的热山大佛旅游景区 和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 然后的话 借此机会也想 将中国文化带到欧洲 更多的去做宣传和推广 另一方面也欢迎 请订阅各地的旅游文化 来到六川 去旅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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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来到了这个 鲁游玩 您觉得这样的活动 怎么样呢? 我很高兴 乐山代表团 来到我们城市 Valentzai 我想是这个机会 一个对雄家旅游 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可以尝一尝 乐山美式的味道 乐山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希望是每年 我们可以继续做这个交流 非常非常感谢市长先生 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 以后的每一年 也邀请到我们市长先生 还有我们伟轮采的 包括我们匈牙利 更多的这种体育的赛事 走进中国 走进乐山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 文化活动 可以吗? 可以 我非常高兴这个邀请 所以谢谢你们 那您觉得我们这一次 这样的活动 您还满意吗? 我还满意 我希望是明年更大的活动 更大的规模是吧? 对对 更多那个公司 更多那个美食 来到我们 威伦才 欢迎你们来到 威伦才这个 很美丽的地方 我希望 每年我们可以 在这边前面 我是四川华欧走廊 文化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那也是我们中欧起点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任 那非常开心 这一次的话 我们因为 威伦才的第三届的 这个农足比赛的活动 我们来到了 美丽的威伦才福 那我们这一次来的 主要的目的是 带着我们中国的 文化的美食 这张亮丽的名片 来到了匈牙利 因为我们过去对 匈牙利的认识 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们来到这里之后 我们感受到了 匈牙利的人文 他们对我们整个 中华文化的一个喜爱 我们也是 踏着习主席的 这样的一个主祭 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城市 那主要的目的 还是希望 用美食这张名片的话 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华的文化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龙兜比赛 把乐山的美食的文化 融入到了我们龙兜节里面 是希望 用美食这个载体 然后第一次来 做更大的一个突破 那未来的话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 美食的名片 来链接到更多的 关于经贸产业 还有科技上面的一个互动 那我们未来的话 我们是希望是通过 建立中兄会客厅 一方面我们在中国 去举办匈牙利特色的 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活动 来带动双边的经贸的发展 那另外的话 我们也希望把中国制造的 这样的一些产品 还有包括我们的文化 包括我们的产业 能够带到欧洲 那么我们用匈牙利 来作为起点 我觉得在匈牙利 这个土壤上面 是非常包容 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民 来去做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包容的国家 那我们也特别特别感谢 这一次匈牙利政府 包括我们中国驻 匈牙利大使馆 还有我们伟能采市政府 对我们整个活动的大力的支持和认可 那这次呢 我们看到来了非常多的中外的游客 不仅仅是我们华人的这些朋友 还包括我们就是在匈牙利 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些 就是外籍的朋友 他们对中国的美食 这种喜爱 让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美食在匈牙利 在欧洲它的新的发展的契机 所以虽然说这次我们 最开始出发的时候 感觉这样的一个就是 过来的这个品牌 那我们数量不是特别多 我们大概有十余家 大家都是抱着 就尝试一下的这样的态度 但是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呢 我们发现有如此多的 外国的友人 喜欢我们乐山的美食 这无疑是增加了我们下一步 进一步去拓展这个这样的一个 更多的美食这样的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信心 所以呢我们计划下一步呢 在今年的十余月 然后再次的来到布达佩斯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 巴尔干地区的更多的国家 能够通过文化 通过美食这样明显 来了解中国 这是我们即将要去做的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 这样的一些 中东欧国家这样的一个友人 能够进入到我们中国 然后我们来做更多的 文化的交流互通 来推动更大的 新的商业的发展的契机 有很多中国的节日 在匈牙利乃至欧洲的地区 在巴尔干地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节日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节日里面去 融入我们这个美食的名片 让大家通过这个文化的载体 来了解中国 来更喜欢中国 关注中国 去走进中国 欧洲也有很多的好的东西 你们计划怎么样把国外的东西 让中国人感受呢 我们是通过中兄会客厅 这样的一个载体 把匈牙利来自欧洲 更多国家的商品 文化产业 包括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风情风貌 都能够入住到我们 在中国设立的这样的一个中欧会客厅 我们会在那里尝试 关于这些国家的文化 还有包括他们的文化美食 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介绍 那让更多的中国人 不用出国门 也能够感受到欧洲各个国家的 人文风情 同时我们促进双边的文旅 资源的一个互通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走进欧洲 我们身后看到的这几艘 乐山伟伦彩号 几艘龙舟呢 其中有三艘是来自于 乐山赠送给伟伦彩师的 这样的一个珍贵的礼物 那这几艘龙舟的话 是有故事的 他们呢是起源于我们今年 三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乐山市中区准备跟 伟伦彩师地阶为友好合作城市 那么我们为了推动 六月八号 也就是今天在伟伦彩师的 这样的一个龙舟的比赛 我们想着能够让我们的龙舟比赛 能够有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个 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装备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三艘龙舟 买了以后呢 运送到伟伦彩 专门赠送给我们伟伦彩师 那么等一会儿呢 这几艘龙舟其中包括 一号乐山伟伦彩号 就是见证我们乐山跟伟伦彩 地阶友好景区的这么一个字号 远处呢我们有乐山大佛号 有一号乐山大佛二号 那这都是我们乐山大佛旅头 有限公司赞助赠送 然后给我们伟伦彩师的 那这次活动的话 我们相信通过赠送龙舟 这样的方式 双方共同来推动中华的文化符号 来庆祝这个特别的一个 非伟传统文化节日 能够增进宗兄的友谊 促进我们中修两国 更好的去合作 未来我们希望跟欧洲国家 尤其是匈牙利国家 我们持续建立深度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大家共同搭建文化家 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帮助双边更多的产品 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产业来互动 我们共创发展机遇 共享美好未来 感谢观看